大家好,我是Dane 最近以起码发展回归 连续创造好成绩的Bravo Girls 这几天却引起了艳难争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6月25号 Bravo Girls出演节目时候的一个片段 就是这个595引起了部分男性网友们的争议 他们表示595是在女超网站里 也就是变质的非女们用来比试男性的时候会使用的词语 所以感到非常不愉快 但是语娜曾经在直播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话 对,公开表示过自己对Feminist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在男性网友们占绝大数的男超网站里 很多人还是指责语娜 甚至也有很多网友们特意到语娜的IG私信骂她 而在6月28号 语娜也在IG现实动态公开了自己收到的恶性留言 喂,18婊子 5周?5周? 肚子饿的时候说自己不是Femin没有关系 肚子饱了就,我就,我就 不要再以短法尊活动了 直接替了当Feminist吧 狗一样的婊子 我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就我的由来 这个我就我本来是在2017年 Produce 101第二季的时候 跑步进的粉丝在跑步进的影片底下留言 你今天也是10分满分钟的5兆5亿份开始使用的 之后就有很多粉丝们在称赞自家爱豆的时候使用 甚至在电视广告电视节目里也是用了很多次 但是就是因为有一阵子在女超网站上有人说 男生这一生能生产的精子数量是5兆5亿个之后 男超网站就把我就我当成是艳南用语了 实际上拥有100万订阅的YouTuber丽卡 因为使用了我就我字幕而发文斗欠过 而哈哈之前也因为在YouTube频道使用了这个词而斗欠过 不过这次不一样 Breakers的老板永哥们兄姐 确实在自己的IG发文表示 会对诽谤散播谣言人身攻击艺人的网友们采取法律对应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Twice只有发生过无言无言难用语争议 然后前阵子在韩国也发生过手指争议 真的是太奇怪了 当然我知道韩国确实是有那些 在整天仇男的变质菲米 也知道之前有过像Kian Parsa的 Hobo Hobo印女用语争议一样 跟今天男女立场相反的例子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在韩国审查女艺人的言行远远大过男艺人 而且他们每天都在说 变质的菲米把所有的男人都当成是潜在的犯罪者 但是在这样什么都拿来引起争议的话 是不是就要把所有韩国女生都要当成艳男的人了呢 但是也是有很多正常网友们留言 正常人都不知道我就我是艳男用语 会以为是日常用语 拜托做一个词典吧 真的很难区分这只是网络流行用语 还是那两边用来鄙视的用语 平常都见不到一个女生的垃圾 整天在论坛评价审查女艺人 想装自己跟王一样 身为男生真的感到很丢脸是吧 连个专辑都不买的男抽大叔们 趁这个机会都离开的话 对尤娜也是件好事 我是男生 我周边的男生也都不觉得怎么样 就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什么都做不了的傻逼们 在网络世界对女艺人们耍大牌而已 对于Praybookers的 我觉得我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孙女系列成员Tipani 佳妞一演员出道了 根据媒体报道 Tipani将出演从中级主演的新剧 Cherbergine Magnard 饰演美国乔豹的角色 因为Tipani本身就是在美国洛杉矶长大的美国乔豹 所以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适合她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四五年前 孙女系列出演韩国SNS的时候 Tipani有表演过三分钟女友这个节目 那时候也是饰演的美国乔豹演得非常非常逼真 所以真的很期待Tipani这次的出演 再加上男主是Pin Sang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Pan Tan 连续五周在美国皮肤部的拿下了一位 创下了亚洲歌手首次也是唯一的大纪录 虽然知道非常非常叹息 但是还是期待下个礼拜能报道 Pan Tan 连续六周拿下一位的消息 Pan Tan 连续六周